7 出發點 那在這地方呢 看到很多的保隆工學員 他們每個都精神抖擋 走在遊行的基點 那現在在我身旁呢 是來自台灣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教授 他同時也是前所長 張錦華教授 張教授你好 夫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教授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您是一個學者嘛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機緣 就是加入這個傳統的修煉法門呢 是 知識分子或是博士 一樣也會生病啊 一樣也會碰到很多人生的勞苦醜煩 一樣會碰到很多家庭的衝突啊 同事的問題啊等等 我們會遇到很多生活中的矛盾 然後在現代的這個知識裡面 其實我們讀到的博士 是一個大學教授 但是在這麼多的知識理論裡面 我們其實也沒有找到人生的答案 我們也無法解決 當面對親人生死的時候 當面對自己身體病恐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看待人生 看待未來 看待人生終極的方向 所以我一直都在尋找 是 那我想請再了解一下 其實您在加入這個修煉法門之後呢 對您的這個學者生涯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是 法輪功是一個傳統的功法 但是我在看了《傳法輪》這本書之後 我發現這個功法呢 非常的簡單一學 而且它的效果呢 非常的高揚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健康 幫助我們精神愉快 甚至幫助我們人生追求到 永恆的這個生命的價值 那我想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親身試練一下 所以我就開始修煉法輪功 那修煉法輪功之後 真的就真的